錫天財委員 請國安局副局長王德林代表局長 歡迎 朋友好 這個部會跟部會之間 各自鎖密 這很正常 因為他也不可能跟你報告 他資訊也不會給你 因為可能他邀功 我有資訊我不給你 他直接報告他的上司 總統 行政院長 還好我們現在資源分享應該還不錯 哪裡 你們總會資源分享 資源分享怎麼人家一問你三不知 還要你自己去查 怎麼資源分享 親猜公共 其實我幫你講話 我來就這樣子 1994年 我這個 受到美國夏威夷 東西中心的邀請 去參加亞太 青年領袖 的會議 我們在前面 後面 CIA的 也是跟啊拍啊 然後跟我們這個 帶隊的 不要理他那是CIA的 不要跟他講話 一樣啊 他每一個部會 他做自己的事情 有他自己的既定目標 有他的 這個所謂 業務機密 除非上級要求 你是不能隨便交流的 那你們這個密謀 密謀造反我怎麼辦 部會之間要合作 但是有些要相互制衡啊 不是嗎 尤其情報工作 如果一個錯 通通錯 就像我們的媒體 資料是通 信息是通用的 大家在吵那一個 他在通通吵那一個 一開始錯 將錯就錯 全部錯到底 所以全國 消費者 觀眾所接受的資訊 可能是某一個 採訪出了 這個偏差 所以全部都偏差了 因為什麼 自保嘛 錯大家錯 我沒有責任啊 如果我對錯 我變成這個 大家的眼中釘 沒有制衡 沒有競勝 所以你應該這樣講 我們會做得很好 我不見得要去問他 他也不會告訴我 你怎麼官官相互咧 官官相互就是 共同聯合欺騙人民啊 我幫你講話 你還反駁我 不 報告委員我說 我們拘禁你舉公改革部會 都是最正確的資訊 親菜公共 在這邊講 在這邊講風涼話 在這邊講官民談話的話 都是欺騙良心啦 欺騙上天 欺騙我們的下一代 你知道嗎 台灣已經演成這樣子 來我請教你 是 這個 如果中國到台灣 設辦事處 他直接向我們的人民 來發中國卡 那麼他所發行的中國卡 跟現在台報證 會有什麼不同 你情報有沒有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他準備發嘛 準備發中國卡嘛 你現在你的報告 寫得很清楚啊 要在台灣 這個 要藍以下沉 要什麼 這個 什麼 戰衣 什麼 戰術 怎麼樣 他沒有聽到發中國卡 所以我有先見之明啊 我有情報啊 你沒有啊 或是說你有 不敢講出來啊 你們可能在密謀啊 幫助他吸收 在台對中的忠贈分子 給他特別的利益 包括林毅夫 這個利益集團 已經引然成形 林毅夫為核心的 新的利益集團 已經引然成形 這都很清楚啦 如果有資訊啊 提供給我們 我們會盡力的來做處理 我要辯你的要別啊 只是資訊的提供者 什麼資訊的提供者 我監督你 我要提供給你 我要看你的信息來源 正確不正確 充分不充分 我要看你對這個國家 我們的國家 我們共同的國家 或是我的國家 不是你的國家 忠贈不忠贈 你職務上 你應該負責 我們絕對忠誠 好 這個 美國海軍陸戰隊 什麼時候進駐台灣 美國海軍陸戰隊 什麼時候進駐台灣 用任何的方式 包括他們的新的 這個 AIT的 這個 叫什麼 它是 你們稱它什麼 它新的地點 你們稱它什麼 有沒有代號 對 你稱它什麼 代表處 還是代表處 它規模那麼大 地下公司那麼多 海軍陸戰隊 第一次進駐 台灣 中美斷交以後 台美斷交以後 這部分我不清楚 你還不清楚 你還不清楚 什麼都不清楚 到時候都看得見了 你現在還不清楚 好 已經打PASS給你了 說出來吧 他沒講得很清楚 我還沒聽到 連在你耳邊 你都沒有聽清楚 因為他講的不是委員的答案 你上去浪費他時間 蛤 你騷擾你的長官 浪費我的時間 報告委員 跟委員報告 我想委員講的應該是個事實 我想我不曉得是什麼時間 因為他們有的時候 是把它當成大使館來看 那為什麼以前沒有 現在要有 中國跟美國 或是北京 跟華盛頓DC 對台 已經直接 提升他們的 North to North Face to Face 你台灣跟中國 在Face to Face 我美國跟中國 就North to North 就像韓國 就像韓國 韓國在哪一個港口 有美國跟韓國政府 共同造政 共同築港 有一個人口 五十萬規模的 一個新興的港口城市 是哪個城市你說 在黃海旁邊 我去參觀過 你也沒有 我不是很清楚 我如果要猜 我會猜股猜 他甚至 甚至要把夏威夷的 這個艦隊 的部分 還有 恆熙鶴艦隊的 這個部分 以防到 North to North 你出來 我就在你門口 這些都是基本情勢 你都不懂 你都沒有國際之心 我都去參觀過 再來 七合一 你寫得很爽動 什麼機密 大家都知道 來 只是給我一分鐘 把它練完 展望2014年 兩岸交流 大致能將維持廣泛 熱絡往來的狀態 中共能將積極推動 兩岸附設辦事機構 陸媒 在台長治政策 洽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等 並加強兩岸政治接觸 即情資顯示 中共相關機構指示涉台單位 及在台入媒等 縮嚴引號 台灣2014年引號 七合一引號 選舉選情評估引號 甚至掌握選舉情勢 及選後政績發展等 並將拓有人員交流及派員來台 觀選 甚至經營參選人 人脈 建立侵入勢力 升職在台影響力 其影響未來我政策走向 這是你們寫的 對 這是我們寫資上發現的 你怎麼反制 你怎麼反制 如果有他違法的活動 我們會按照法庭 什麼違法活動 郝龍斌選市長的時候 有沒有違法活動 請資請資 沒有 我們這裡沒有看到 民調顯示 蘇貞昌贏了 好 所以中共開始介入 我沒有看到這種情資 到底動員了多少 後來 那一顆子彈又影響多少 你們沒有情資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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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啊 首都之戰 現在熱漏到空前的地步 表面上好像是亂成一團 其實都是有跡可行 都有脈絡可行 各種勢力都在培養自己的代理人 所以各種代理人的戰爭非常強烈 只有我沒有代理人 我單槍匹馬 很清楚 情報 台上的情報給我 最後一個禮拜 中共緊急助選動員 把真倉拉下來 那我委員如果有這種情資 我們一定處理 但是委員要提供給我們 我沒有看到這種情資 你沒有看到這種情資 所以你這國安局 是國不安局啊 國不安啊 但是我們收到情資也是很正經 國不安啊 你這邊寫得很清楚啊 這表示說你已經有 既情之顯示啊 他已經一個一個滲透 一個一個調查 一個一個掌握 包括樁腳 但是我們是法治的國家 你要去自己的證據才行啊 該給利益都先給他利益 到時候你就監管 監管就也不用收記 監管也自動 就地動員 就地付錢 就地 拉險票 通通跟獲險人沒關係 通通跟獲險人的辦公 這個付出沒關係 金錢總部沒關係 但是票就給他了 眾動員啊 眾動員啊 中共介入台灣 是這樣子的啊 是這樣子的 你還說 我是把它講出來 施貞昌是敗在中共 施貞昌 所以不是什麼阿炳時代 什麼這個不能贏啊 這個西藏廷的時候 什麼不能贏啊 什麼不能贏啊 現在想不能贏的 就是沒有情報 就是自己騙自己 早就贏了 台北首都 早就變天啊 因為這麼爛的政府 誰還能夠承受下去呢 很清澈啊 所以 我今天是問你的良心 因為你的 你的嘴巴是不會講出良知話的 很清澈啊 什麼秘密 哪有什麼秘密 講得這麼好聽 其實做都很樂病 台灣民主自由 涉及到你的子孫 也涉及到我子孫的未來 世界沒有比台灣更好的地方 真的 我美國待過十年 在美國很自由 但是其他方面呢 人生總是不足啊 台灣就缺自由 但是今天呢 要把自由搞砸 要把自由搞砸 誰 為自己的利益 林義夫 為核心的 新 政商 利益 集團 引然成形 齁 那其實 原來的既得的 這些勢力就不用講了 加碼加成啊 齁 中國就人多錢多啊 人多錢多啊 這個時候啊 齁 想一想啊 謝謝 謝謝委員 這次向委員請教 謝謝 謝謝許天才委員